我只要管进口就好了 出口我就永远只管出口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来去看 进出口分析里面的贸易 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 他这边计算的方式很简单 他的公式就是请问知不知道为什么进口是分母 出口是分子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希望是出口多还是进口多 出口多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那个基地是进口 好那我们所讲的顺差就是指出口大于进口 好所以当我们今天虽然在进口的时候 看到看到是这个样子的趋势 但是我们左边这个值 左边这个值跟就是Y轴的这个值 他是没有对应在一起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通常我们会很希望来去看一下 到底进口多还是出口多 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想的事情 对吧 好所以怎么画这张图 这就是我现在要教你的 那要画这张图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建立 各年各月在这里 各年各月的一个 等于说新的资料表 各年各年各月的一个新的资料表 各位我们是不是有进口资料表 在这里 是不是有出口资料表 在这里对不对 好 显然我们在这边 只有这两张资料表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增加一张新的资料表 这个新的资料表呢 很单纯的就是去放年月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有很多种做法 有很多个做法增加年跟月 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写函数 你看我这边写了这个函数 我觉得这函数也不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去教 1 点选 你们知不知道说 知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应该大概可以了解这件事吧 就是说我今天我创造 我现在是不是要画一张图 就是各年各月的出进口统计 跟出口统计 所以呢我必须要就是产生一张新的资料表 这个新的资料表里面会有这个日期 日期 然后而且这个日期呢 要把它互相关联在一起 然后我就可以去算出来 例如说哪一年哪一月的进口值是多少 哪一年哪一月的出口值是多少 这样可以了解 而且全部都放在这边 全部都放在这边 所以我现在只是为了要先做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然后放在这边之后呢 我才可以去画出来说 在同一个坐标轴上面去看 到底进口多还是出口多 因为你不能从 你这样子来去讲说 出口多余进口未必 这样子 例如说这个 这个是出口的值 这是将近六亿 那进口值是多少呢 将近四亿 可以吗 好 那相对的 你有没有发现 一个是六亿 一个是四亿 当然出口比较多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告诉别人 把进口的折线图跟出口的折线图 透过各年各月而去呈现 是不是会更好 所以怎么画这张图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 自己的东西 也讨论 对 对 对